最近我们的邻居中华人民共和国10月1号刚过完75岁生日 再过几天中华民国就要过113岁生日 因此就年纪来说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绝对不可能成为中华民国人民的祖国 反倒是中华民国可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5岁以上的民众的祖国 大家说对不对 但是如果有人要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日快乐 特别祝贺子要精准 切勿用祖国两制 大家说对不对